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们请今天有到的各个部会提出书面的代表通通上台 是 刚才我就不一一唱名 请自己上台 好 这么多个单位 我就请教一下 你们有谁反对转型正义的 反对转型正义的请举手 通通赞成 赞成的请举手 全部都赞成 那秘书长我请教你 转型正义都完成了吗 都完成了吗 不可能都完成 不可能都完成所以立法就有必要嘛 对不对 对哦 立法不一定立法 那我再请教你 你刚刚有提到 不当党产 是不是 对 那不当党产是 该不该转型 该不该来 现在贵党已经提这个不当党产条例 我觉得提出来 很好 没有什么不好 那我要请教你啊 既然是这样子 不当党产 其中在行政院有个网页 那个网页你们为什么把他拿掉 那个时候是立法院有一个决议要我们拿掉的 那个决议 国民党决议的啊 那谁决议不管 那个是立法院决议 不是国民党决议 如果认为必要的话 你那个决议你可以 应该要申负一下啊 说你们这个决议 没有完成转型正义啊 你们立法院就 人家决议 不正义你就哀哀哀哀就过啦 徐委员 立法院怎么决定 你们就怎么做 行政计判会造成 啊对嘛 那怎么决定怎么做 你们今天为什么反对那么多 但是我们提供意见给你们立法昌好啊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提供意见 说这个网页要继续呢 蛤 蛤 那我好 我有建立啊 你们如果立法院通过 我们就照办 那我再请教你 你刚才在提到说 威权体制有破坏人权 你一直举228当例子 那228是破坏人权 你同意咯 同不同意 當然同意啊 當然同意喔 好 那我问你 既然破坏人权 該不該补偿 补偿啊 有补偿嗎 228事件 有补偿嗎 賠償條例 啊对啊 沒有补偿嘛 賠償嘛 這個都经过大家讨论 所以说嘛 沒有补偿嘛 所以 轉型政计就没有完成 所以你刚才在举228 228沒有完成咧 你刚刚讲的意思是好像都完成了咧 沒有 沒有說完成 你沒有說完成咧 我是說這個是比較具體的 好 那你說成的沒有完成咧 對還存在啊 那我再請教你 這個整個版本裡面 對 轉型政議裡面到底提到幾項 你有沒有注意看 幾項轉型政議 幾項 四項 四項 應該沒有啦 但是你如果用民國四十年到民國八十年 看起來是國民黨 看起來 那時候並沒有 因為只有國民黨才有不當黨產啊 因為八十年以後那時候政黨 所以國民黨才會反對 因為他還講 擁有不當黨產嘛 所以國民黨才說 所以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當時國民黨早上我聽他們講 就有針對性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針對性 是因為做壞事的只有國民黨啊 擁有不當黨產的只有國民黨啊 所以在這一部分就是國民黨啊 其他的呢 開放政治黨案消除威權象徵等等 還有其他轉型政議 各個黨派如果有的話 通通要轉型 就對了嘛 所以問題就是出在這裡嘛 所以國民黨如果繼續反對 他都想保有不當黨產喔 今天就可以這樣定義囉 那我再請教你 今天有法務部 我們的專家在這裡 我們的前輩喔 欸 憲法 真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說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原則 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為準則性之規定 請問 他有禁止為例外 或者是特別的規定嗎 有禁止嗎 沒有 沒有嘛 那我問你 我們在讀法律的時候 各種解釋裡面 其中反面解釋 或是要反對解釋 在憲法裡面是不可以做的 對不對 是不是 對 所以 好 人家已經打臉你了啦 沒有 沒有 你誤解我的意思 怎麼誤解你的意思 因為 因為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金法 就是 跟這個 根據現場 我再請教來 訂出來的 這是他的精神 我再請法務部來 來 來 我們中央法規標準文法 法律程式 立法院三讀通過 總統公布的叫法律 有哪幾種名稱 法 律 條例 通則 通則 這四個 誰比較大 一樣大 對不對 對 一樣大嘛 所以我們訂了這個 轉型條例 憑什麼說中央法規 基準法比較大 會比較大嗎 沒有嗎 中央法規標準法 有這樣講嗎 沒有啊 所以啊 你在 秘書長你在報告是 會跟 法務部的法律認知完全相反耶 你看你怎麼問啊 什麼看我怎麼問 這個是法律的規定 怎麼問 我當然 我當然懂 但是你知道 你當然懂 你就做錯誤的解讀 在這裡面做的報告 不會的 不會做錯誤的 這個我們都 事先都有研究過的 我們事先都看過這個 今天一問就落 我再請教你 好 你現在如果去修 剛剛提到說 不管好的記憶 或不好的記憶 其實我們都存在 因為那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不好的記憶 我們沒有要把它抹殺 民進黨不是要把不好的記憶 給抹殺掉 而是我們必須要提到 大家看轉型正義 我們的這個草案的第二條 要保存不義的遺址 為什麼要把不義的遺址保存 我們都希望這個不義不能夠再繼續發生 如果這個不義繼續發生 那就是轉型正義要做的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尤其是黨產 繼續的存在 繼續在使用黨產 做不當的運用 尤其現在 繼續在清理黨產 我舉個最近的例子 再兩天的例子 浩鼎 浩鼎的股東裡面 有一個叫做全球策略 楊世堅的 全球策略裡面的股東 就叫做中央投資公司 要不是有浩鼎這件案子出來 我們要不在國民黨買到浩鼎去了 要不是在這件事情出來 還有國民黨還有多少 莫名其妙 我們不知道的在海外的 藏在什麼基金的 藏在什麼股票裡面的 還有多少 如果今天沒有用這個 轉型條例去 好好的把它做一個調查 國民黨又把行為要 創東西很厲害 浩鼎這個都被抓出來 所以我們就 這轉型條例哪裡錯 在整個法律裡面 有什麼問題嗎 法務部我再請教 我們請教一下說 我們為什麼一個法律名稱 要叫條例 為什麼一般的法律叫 法 民法 我們就來個其他的 有一些譬如說證券交易 證券交易法 好我們的刑法 就來一個 懲治大腓條例 懲治貪污條例 所以換句話講 我為什麼這個用法 這個用條例 原因在哪裡 原則上比較規定 範圍比較廣的用法 那個條例是比較專門性 比較專門性 也就是條例要優先 它是特別法 專門性嘛對不對 叫專門性 對嘛 好謝謝 因為你是我的前輩 我只是借你的嘴 講出來 法務部講出來 就是你們自己單位的吧 自己同事的吧 條例就是特別法 條例就是人事實地物 因為特別的問題 包括特別的時間問題 這個條例就是任務型的 它有時間性的問題 它有特殊性的問題 憲法並沒有禁止我們 中央政府這些特別機關並沒有禁止 憲法不可以做反對解釋說 行政院第三條說 得以法律來定什麼 中央組織基準法 以後就排除了別的法律不可以定 並沒有這樣 因為不可以做反對解釋 剛剛法務部也講了 這都是法學專家 所以今天這個條例哪裡錯了 所以我今天聽到行政院 聽到你的講話說分頭 這種講法是不對的啦 好 謝謝 謝謝 請回 好 我們接下來請孔文集委員 孔文集委員 孔文集委員不在 請高金素媒委員 時間八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我們有請秘書長 請簡秘書長 我想我們今天再談到這個 民進黨所提出來的 轉型陣營條例 來 高金文 是 我們有非常多的 原住民的族人 部分黨派都在這邊要求 當我們談到轉型陣營的時候 為什麼總是看不到原住民 所以在這裡呢 我必須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說明一下